這大廚的葡萄都是為了關在鳳梯來漸漸收穿襲的 就跟鳳梯介紹 終於辛苦半年的心血都封掉了 因為我們是靠天吃飯這樣 所以我們很舒服 所以現在有急著採收嗎?先收嗎? 有啊 很多人都搶著採收 怕開風來會壞掉 幸運鄉的葡萄最近開始大村 因為在春天的行動期間 讓水沒多 減少北海萬富北發生 讓品質比去翁尼提升了很多 連帶給山梁也因此增加 比七年度 等於是我們這幾年來 品質最好的一年 由最近葡萄大廚 加上山梁金家 他們家就算品質提升 市民的價值也很平穩 甚至少看伴樓價 他們家高農也歡迎民眾 能夠擁有來三地 幸運鄉北葡萄 比較不大 所以說目前 我們這裡的葡萄品質還好 當然 東西有比較多 我們要說大家比較多選擇 我想說 新義鄉的葡萄是 跟國際消費者做一個報告 以衛生安全 以目前新義鄉的高品質的葡萄來講 一公斤 一公斤 大概是在一百到一百五十塊之間 每公斤 那再來 二級品的話 差不多在七八十塊 所以今年的葡萄的這個價格 可以說是對消費者來講 是比較能夠接受的 希望大家來到新義鄉 一定要買我們新義鄉最好吃的葡萄 鳳台雖然只是騷過 台灣太夾 但讓農民也是很歡樂 今天攤到天氣後 就一定不停財收包裝 就連出來跟隔壁的小孩都叫來賭三天 就是希望將孫子感到最多 今天節目中 蔡宏不動